Hi,大家好,欢迎回来,我是Jacky 那今天的视频是一个开箱视频 那在开箱之前呢,我想先给大家介绍两样 我最近买到的宝宝的好用的东西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Pacifier 你可以看到吗 它是一个Authentic Pacifier 就是一个可以防止孩子牙齿变形的一个奶嘴 那如果你们现在听到背景声呢,有Zack的声音呢 是因为他在我边上挡秋千 那这样,这个是一个奶嘴 它的用法呢,就是你把这个头朝上 然后塞进宝宝的嘴里 因为之前呢,我就是遇到了一个牙齿整形的医生嘛 然后他看到Zack用的那个普通的牙 普通的奶嘴 然后他就说那个奶嘴呢,就会把孩子的牙齿往外扯 所以他就建议用这个形状的奶嘴 然后你可以在Amazon或者World.ca上面都可以买到 他有不一样尺寸的奶嘴 可以根据宝宝不一同的年龄阶段来选 第二个就是推荐一个宝宝的尿布 它是一个夜用的尿布 听起来好像有点怪 但它就是一个夜晚用的尿布 它主打的就是一个晚上吸收更好 因为之前Zack用普通的尿布呢 他晚上因为睡觉时间比较长 中间我也不给他换尿布 那每一天他睡醒的时候他的尿布都是 那属于一个overload的一个状态 所以说我就尝试了一下这个尿布 用下来感觉还不错 好,那现在就开始今天的开箱吧 首先开的是一个shopper's的箱子 看一下买了的是啥 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看这种开箱的视频吗 我自己的话觉得看开箱的视频挺爽的 因为你都不用知道它开箱里面的内容是什么 然后那个博主开箱的时候 每一次的表情都是Oh my god Oh my god 就是你感觉他一定是买到了什么好东西 好,那先来看一下这个开箱 我买的是这个欠币的水磁场 那个72小时的面霜 在我的空瓶机里面也介绍过 这个面霜就是它的保湿性能特别特别的好 然后买了一个干法喷雾 这个干法喷雾我从来没用过 然后看到它在打折 我就想要尝试一下 价格的话要比那个Leaving Proof要便宜很多 之前很多人说那个Leaving Proof很好用嘛 我自己用下来觉得它的那个效果是不错 但是它的那个味道真的是太香了 有点受不了 所以我想试试看这个 然后这些都是他们送的小样吧 这个是理肤全的一个anti-irritation cream 还有一个Bosha的exfoliating PO Gel OK,那我们就来开下一个箱子 那这个箱子是Amazon寄来的 这是我买的一个相机的电池 它是一个充电器 加两块相机的电池 我新买了一个佳能的M50的这个相机 然后因为我之前都是买佳能的相机 所以我想买它的话 我就不用再多买电池了 因为电池都可以通用的 然后没想到这款相机的电池呢 要比普通的佳能电池要小 所以没办法 如果你录视频的话录到一半 电池没电了 真的这个就是心情很糟糕 所以我就再买了两块 这个不是佳能原厂的 它是牛魔瓦 在Amazon上面看它的评价还不错 它的价格要比原厂的便宜很多 所以我就想买来试一下 二十几块钱的价格 它有两块电池 还送一块充电器 不错 是WELL DOCA的 是SAC的冬天用的睡袋 我买的是AIDAN AND ANA EAST的 WINTER SLEEPING BAG 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原本SAC用的那个SLEEPING BAG呢 叫SWADLE ME 那个品牌的 它也很好用 但是它SAC长太大了 现在的 现在那个睡袋已经完全的穿不上了 所以我都给它买了一个这个 它说是冬天用的 的确是厚的很多 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它本来那个睡袋嘛 就是夏天在用的 所以那个睡袋就特别的薄 这款要比原本的大了很多 我买的是6到18个月的大小的 打开看一下 你看已经是特别长了 它里面是冲了棉花的 所以质地就特别的厚 嗯不错 上面都是小动物的图案 那一会儿洗一下就可以给它用了 那这个呢我就不开了 先给它买的尿布 这个是Huggies的一个 LITTLE MOVER 之前给它用的是SNUG AND DRY 然后现在因为它冻的比较多吧 我就想试试看这个 我给它买的是4号的 因为3号的它用起来已经有点小了 4号的是22到37磅 也就是10到17公斤 最后要开的是一个MANGO的衣服 因为ZACK的衣服又又又又又小了 我感觉它的衣服真的是小的特别的快 我正好在MANGO上面看到它在打折 我看到他们家的那个图片呢 我就觉得那个掉点衣服的款式呢 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 所以我就想买来试一下 看一下怎么样 从来没买过 像ZACK他现在是8个月 9到12个月的衣服给他穿了 就有一点正好了吧 估计再涨一涨就穿不下了 所以我这一次给他买的比较多的是 12到18个月的 好 现在看这个 这是一件小衬衫 它是一个麻布的小衬衫 你喜欢 你喜欢 你看是不是还不错 12到18个月的 12到18个月的 然后是那个方格的 我觉得小男孩穿这种小衬衫 应该会挺漂亮的 材料也不错 好 这是一件 这件是9到12个月的一个小T恤 看起来也挺好看的 上面有一个小狗狗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白色的T恤 那它这个T恤 我觉得还行 应该它也都是纯棉的 不是特别厚的那种 然后 又是一件白色的T恤 这一件是12到18个月 这件我很喜欢 它上面是这样子的 它也是 它这个是100% Organic Cotton 上面有两个小扣口 我就喜欢这种有小扣口的衣服 修口这边有一个 做了一个防磨的处理 可以看到吗 这个是 9到12个月的 一个灰色条纹的 包屁衣 灰色条纹的包屁衣 这个也很好看 这个面料摸起来很厚实 它其实是有两层的 还挺适合冬天穿的 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有一些扣子 然后 在它的袖子的 手肘这边 有贴了一个灰色的 也是100%有机棉的 好 刚才爸爸把Zack包走了 现在我们继续来开箱 那这个就是一件毛衣 12到18个月的 看一下 挺好看的 边上领子这边有两颗扭 然后这里有一个小的袋子 袋子上也有一个扭扭 是一个纯色的 不错 我觉得我真的看这个衣服的大小 虽然它是12到18个月的 我觉得Zack可以 基本上可以穿了 它真的是属于那种 长得飞快的小孩 这一条 这是一条裤子 也是12到18个月的 navy blue的一个运动裤 厚度还可以 你看像它这种配这种 颜色的衣服也可以配 然后配它白色的T恤也可以配 就这种颜色 小男孩穿 他都是特别好配衣服 然后面料也不错 我还买了一条灰色的 是同一个款式的 这个是灰色的 那你看 就是特别实用的那种裤子 然后呢 就是我自己的衣服 我自己买了两件毛衣 一件是这种鸵色的 这样子的 一点点oversize 但是不是特别长的那种款式 摸起来这个材料还是挺厚的 还有一件是灰色的 这一件我买了一个media 我不太了解他们家的尺寸 所以买了一个小号 买了一个中号 这件是这样子的 但从摸起来的感觉 好像这一件会比较扎一点吧 我不知道 它的胸口是有一个V的 然后也是oversize的 它是一个半领 它领子不是那种特别的紧的那种 那最后呢 是一个项链吧 我买了一个粗一点的项链 因为我之前带的那种比较细的项链嘛 SAC已经把它拉断了两根 所以我这一次就买一个粗一点的项链 是喜欢去GAP或者在H&M网上买 因为H&M网上买呢 它有一个好处就是 它每一次来的时候都会把那个return label都给你 那你就看一下哪些你喜欢的 你就留下 不喜欢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放回把它打包回去 然后把那个return label一贴 你就可以直接去退掉了 而且它的价格呢也比较合适 像现在这个阶段嘛 孩子你买它的衣服 还是买大不要买小吧 你可能这个月感觉它有点大 过一个月它就穿了正好了 可能过两个月 它就会有一点穿不下了 还是不要买太贵的宝宝的衣服 这样子的话性价比会比较高一点吧 那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所有内容 如果你喜欢这支视频的话 记得给我点一个赞 订阅我的频道 关注我的微博和Instagram 那我们就下支视频见吧 拜拜